Leo聊世紀 天天無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4V式團戰 這場比賽是由三位中國的頂尖玩家 加上一位世界冠軍HERA 這場是一名不知名的選手 也不算不知名啦 就是我不熟而已 他們其實也在團戰 常常出現單挑的部分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好 先來介紹一下 黃邦選擇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火器單位 射擊的攻擊速度會再更快一點 而且西班牙人在團隊的團隊加成 可以讓貿易跑得更多黃金 而且西班牙人的後期火砲塔 或是火砲 或是西班牙征服者 都是團戰的一個大殺器 非常強 而且本身西班牙人都是全能型的 不管你要打劍勇 戰矛 或者是打遊俠 都可以 只有強弩沒有 基本上 能打的東西都可以打 而且火砲也是射擊速度很快 接下來介紹一下 綠色 綠色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 農田的運作效率 提高了15% 而且貴族鐵席 也是近戰防禦最高的騎兵 後期的斯拉夫人也可以搭配一些生鋁 進行搭配 畢竟斯拉夫人的生鋁科技是蠻完全的 而且他的生鋁也是移動速度最快的生鋁文明 後期主要打這個劍兵勇士 配上這個工程系為主 接下來介紹一下紅色 紅色是葡萄人 葡萄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 在團戰的時候 地圖已經沒有石頭石 他還可以繼續產出城堡或火砲塔 進行隊友打這個陣地戰 讓敵方無法反推回來 這個葡萄人打起來算是 比較偏松後期的 當然他前期也可以打這個 供兵單位啊 或者是打這個騎士 都有這個八折黃金 這個推路怎麼吹成這樣子 吹到快要高血壓了 要這個路總穿寶回去跑動員 那葡萄人後期呢 也可以打這個火砲塔 或者是火砲火槍 再加上他的金冠科技火神槍 讓火器單位有這個彈道血能能力 在後期來說也是挺好用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大象呢 不管是相公還是毛相夫 都有這個抗著想能力 也有抗額外增傷的效果 例如大象遇到槍兵啊 或是相公遇到戰毛兵 吃到的傷會再更少一點 而且他的銀貫科技派 派科技點完之後呢 可以增加他的大象攻擊速度20% 那這個文明呢 也是比較常在團戰出現的 工程戰象戰術 配上工程戰象配老頭 然後內加出工兵 或者是打這個風騎帽 但我覺得工兵會比較快一點 會更及時一點支援隊友 這個打法呢算是孟加拉人喔 只要可以看到對手選孟加拉人 又是競技場 十之八九 他就是要打這個 派科技 不是派科技 這個工程戰象配僧侶的一個潛壓戰術 好 那看到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 吃果子速度很快 這邊配到五個人吃果 那五個人吃果 他吃的速度會非常快 那前期的經濟加成也算不錯 因為他有免費的農田科技 中後期呢 也有這個免費的城堡 比較便宜的城堡 城堡實在是15% 地獄實在是25% 所以他在對抗這種 潛壓戰術的時候 城堡可以更快出來 那這邊法蘭克的配置很有趣喔 黑暗時代就在開始挖石頭了 那他這邊是19寸 就上封建時代 而不是打一個直城 封建早早上去 然後不知道要打什麼的 特殊戰術的感覺 那後期呢 有著名的192遊俠 也有火槍火炮 也有擊兵喔 那在團戰來說 不太會出到 火槍或是槍兵之類的 通常都是直接出遊俠 如果對方只能大傷太多 才有可能不去轉這個 擊兵出來的防禦喔 好 那接下來看到這個驅逐盧倫 驅逐盧倫 驅逐盧倫跟剛剛孟加拉一樣 也有相公 而且也有這個裝甲戰象 但是他的裝甲戰象 很難搭配自己的森略 進行搭配 所以遇到驅逐盧倫 團戰打法 大部分都是打閃兵馬 跟這個駱駝為主 相公的部分 是看情況才會轉出來的 不太會直接 鬼轉相公 而是會先轉一些 閃兵馬或駱駝為主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這個文明 是團戰最可怕的文明 它擁有 只需要食物 就可以產出生率的能力 這個 胡斯派改革 精灌技術 後期還有這個榴彈炮 傷害非常廣益 可以把它搶成是 飛得很遠的駝石車 波西米亞後期 也可以搭配火槍 擊兵 擊兵的部分 戳對方有效 額外增上效果 又特別痛 所以打陣地戰來說 波西米亞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接下來介紹一下 瑪雅人 瑪雅人的話 他的勇氣之人效果 是比較亮 而且他的工兵單位 也是比較便宜的 他是老英國裡面 我覺得是 最弱的老英國 因為他的生旅科技 並不完全 而且沒有這個救贖思想 基本上要打工程器的話 只能靠老英去解決 前方單位只能用 這個 鋁毛劍射手 去阻止對手 所以整體搭配打法起來 瑪雅算是比較偏 打前期會比較有優勢 越後期越無力的一個文明 所以在團戰遇到瑪雅 我覺得 算蠻好打 他只要防好前期的一個 老英豹亂飛 結果也沒什麼問題 但老英豹他飛起來 也沒有比阿茲 那麼強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這邊風雲劍時代上去之後 也沒有直層喔 這邊是打一個 欸這邊有直層成功欸 算多按了3P 19加3 的一個升級方式 19加3 那為什麼不打20加2呢 20加2跟19加3好像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個直層方式喔 已經非常快速了 以前都是什麼25P阿 或是23加2 現在是已經變成 越來越極限了 那競技場這種升級方式喔 最主要是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避免對手直接一個前壓 快速塔攻龍戰術 把你要到生活無法治理的一個狀況 這也是比較好應對各種前壓的方式 也比較推薦喔 大家要去學這種 19P喔 然後點城堡時代 然後點封建時代 然後加3春 22P升城堡的一個方法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喔 這不是所有的文明喔 都可以這樣打 只有一些極限配置的文明喔 才可以這樣順利升級上去喔 不過啦你還是有可能會斷春喔 你只要一斷春的話 你的經濟就會落後於對手 所以如果比較保險的方法 還是練個通用方法喔 22加2或23加2 會比較好一點 最重要的重點喔 就是不要斷春喔 一斷春你就落後於對手了 千萬不能斷春 那這邊看到孟加拉人 是還沒有出來的 反正是他的內加 他內加是誰 紅色 葡萄阿人 葡萄阿人開始前壓囉 葡萄阿人前壓要打騎士嗎 但是打騎士人教城牆 隊友這邊也出門的樣子 這裡有兩隻出門 葡萄阿人呢 再以團戰前壓來說 最強的東西應該是生旅喔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打生旅 然後孟加拉人出工程戰項 那誰出工兵 沒人出工兵 好 這邊看到兩隻駱駝過來 獨擋了駱駝的屈辱 這裡還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唉唷 這個 蠻神奇的 OK 駱駝出來看到 但是沒有辦法 打到裡面的村裡 裡面的村民蓋的很爽 前方修到月圓靠蓋好 左邊的房子再補一下 OK 法蘭克爾直接在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好 孟加拉也是打工程器 這邊是補輕型投石車 好 並沒有配小工 那聽說這個戰術喔 是由這個台灣人 研發出來 就是裝甲戰象配生旅 然後配工兵啊 之類的 或投石車 但投石車很容易被解掉 很容易被大量的落馬 直接解放 所以你的裝甲戰象 像生旅跟投石車喔 都是很害怕落馬單位的 所以搭工兵的話會比較 萬劫一點 萬劫不復服 唉唷 這個 城堡是不是 道德堡了 應該還可以喔 拉多一點村民 來個Igc 好 這隻落馬過來接 但是沒有打到老頭 直接被招強掉 OK 那這邊工程系製造所也造好了 那這邊可能會出投石車幫忙 然後搭配自己的老頭 就去量產出來 雖然一隻老頭只要80塊強 這個葡萄阿倫的老頭 非常便宜 但是 孟加阿倫這邊的老頭優勢喔 是天生雙傷法 所以比較更能彈一些傷害出來 好 那這場團戰呢 是 法蘭克人 這邊先蓋城堡 防守夾起來 但遇到這種打法的時候 是比較不建議使用自己的 挖石頭村民喔 去蓋城堡 所以比較建議去拉法木公王 或挖金礦的村民 石頭千萬不能斷喔 那你石頭呢 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要一直瘋狂蓋堡 好 這邊城堡蓋起來之後 孟加拉人 跟葡萄阿倫 開始往上進攻 沒有打算繼續進攻 法蘭克人嗎 好 那這邊 看到葡萄阿倫 已經招翔到了三隻駱駝 那驅逐羅人呢 這邊是 開始轉農了 沒有打算繼續出兵了 發現 這邊出駱駝 完全做不到事情 而且現在被招翔掉駱駝 反而讓自己陷入一個窘境喔 現在驅逐羅人要出肉馬的話 又會被自己的駱駝 給爆打一波 就是用點魔法來攻擊你的概念 所以現在驅逐羅人只能轉農 然後稍微插根城堡防守前線就好了 不要讓對方有 突然轉向打自己的可能性 好 那左邊的部分呢 是已經開出了 波西米亞戰車 那波西米亞戰車 這個東西在團戰前行喔 難纏程度 跟西班牙征服者是差不多的 甚至比西班牙征服者更困難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是不需要 點下救贖思想的 但不是怕戰車需要 好 繼續看一下右邊喔 右邊這裡是繼續 潛壓了這個裝甲戰像 好 騎士進來 村民 手撕 騎士 這個畫面很神奇 村民跟騎士互打 好 那這邊要遭想到村民 蓋了一些建築物 把中間給圍了起來 避免自己的裝甲戰像 被騎士給解掉 好 這邊打得非常嗨喔 我算發現紅色是HERA HERA這邊從投石車拆掉了外圍的 城鎮中心 羽毛建設手出來了 果然馬雅就是要打前騎啊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羽毛建設手出來 壓制對方的西針 西針不能去一直騷擾或是前壓 就可以做到最好的效果了 左邊的戰線是打一個防守室 我們繼續看右邊 左邊就是 插寶出波西米亞戰車 羽毛建設手 西班牙中心者對射 然後那一家開農 的一個策略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目前看到的話是 HERA是一直按投石車 按了非常多台 並沒有想要回弄的意思喔 這個有點危險 那當然要兇就是要兇到底 不能兇半套的 我們這個頻道常在講 你要做就做全套的 不要做半套的 半套的做不少 全套的比較少 一次讓對手感受到我痛苦 這才是最好的 越痛苦越好 好這根堡已經蓋起來了 哇 那這樣的話 好像 有點難 打囉 這邊要進攻會很困難 原來現在只有中間這一條 城堡的車程範圍外 可以繼續往前 這邊把防止滴掉 所以要繼續進攻阿 擋這種攻擊方式 最好的方法就是蓋城堡 所以我才剛剛說 盡量不要挖石頭村民去蓋城堡 很容易讓你鑽石 那還好阿 這個法輪科有這個城堡前面了 馬上就蓋出兩棟了 那就沒什麼問題 後面的部分就已經沒石頭了 所以如果你石頭被控住 基本上就是 坐以待斃了 等死了 等死了 好 那往上內加走 但內加有蓋跟寶出來 好 也有稍微防守 那這個階段 對於攻擊方 會比較劣勢一點 因為攻擊方 已經投資了非常多的資源在前線 那防守方呢 現在經濟資源非常龐大 甚至可以領先對手一個時代的 經濟量 那待會呢 波西米亞也有可能 會來救一下隊友 好 已經怪救了 呵 那為什麼是這個時間來救 因為地龍時代的時候 金瑞波西米亞的這個 浦斯派戰車 是非常難產的 血量又多 攻擊力又高 但是對抗僧侶就不太好打了 欸 這裡有點475 就俗思想喔 這五台戰車應該是沒了 瞬間燒爛 OK 直接送五台戰車 給HERA 給我們的世界冠軍HERA 這是世界冠軍 好 中間這一條線 沒有打算繼續入棄的樣子 OK 爬人快樂很聰明的 開始往左邊偷偷挖石頭 這裡還沒有被控制的樣子 那這裡 挖一棟城堡出來喔 往這邊前壓喔 直接直擊對方的孟佳阿倫 進城堂中心喔 也不錯 防守方 並不是完全只能坐以待斃的 唉唷 結果這邊還是上了進去耶 開了一個洞之後 直接把戰車跟前方的駱駝 往前 那這邊產出來的東西是 閃閉馬 閃閉馬 配肉馬 哇 什麼多出 但是肉馬 打散魚的速度比較快 這邊砍的速度很快 剩下兩隻老頭 哇 老頭全部死光 後面的投石車也被肉馬開打 投石車砸到了前面 想要解決一些駱駝跟閃閉馬 OK 但這邊投石車打到自己 破西米亞戰車的傷害版 更高了一些 破西米亞戰車再過來 結果又遇到老頭 頭遭翔 但是直接一發槍絕 亮光了所有的老頭 OK 這一波 看起來黑羅拉 直接倒了 還好 曲折羅人這邊是直接爆出 大量的 騎兵單位喔 爆抄掉了這一波的 生女跟 跟這個戰車 還有這個投石車 好 那現在回頭 雖然這邊走中間繼續想要騷擾 但是這裡又吃到了城堡的傷害 而且後面破西米亞戰車過來了 應該能招到幾台戰車 但是這裡的生女應該是難逃逸死了 後面戰車雖然實在太多 還有15台 波子車稍微打一下 好 那黑羅這邊要轉龍的話也很困啦 那目前黑羅的想法是生地龍時代 這裡不開龍 直接蓋一堆房子 升到地龍時代蓋這個港溫大三戰 打無限支援戰術 那無限支援戰術 這個問題點喔 是待會他上去喔 這個無限支援戰術 是需要花時間去跑出來的 並沒有辦法向他們直接開龍起來 支援量是沒有辦法比得上 用村民去踩支援的速度的 所以港溫大三戰這個戰術打法 在團戰來說 我覺得並沒有到非常的好用 甚至遇到高手 啊 凱倫就翻船了 那如果你在比較低分的團戰場來說 這個戰術 還算蠻強的 就有一些戰術喔 在第一分場打就很OK 最主要是因為喔 高手們都農得很快啊 不會給你那麼多時間 去讓你發育出來的 那這些方式都是 需要花時間去農出來 才會強的東西 自然而然喔 就會很容易被淘汰掉 但這一場使用的是黑羅阿卡 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使用無限支援戰術 這就不好說啦 以上都是 還好 羽毛劍射手 精銳版本有65滴血喔 扛一發中頭 還行 不要正面執洗就好 因為中頭是50點傷害喔 但是 斯拉夫人是有重頭的 如果待會重頭上去 那就不好說了 好 這邊聖物四個直接被打噴出來 也沒有來得及把這些聖物往回搬 稍微可惜了一點 剛剛起正面這一坨被收掉的時候 就應該要開始搬聖物了 可能剛剛黑羅太忙了 忙著在 把後面補起來 好可以搞人大傷戰 沒有時間去領那些聖物 好 前方果然升級了重型頭10機 斯拉夫人利用自己便宜的工程器械 想要反擊羽毛劍射手 後方邁亞人又鼓了一根城堡 而羽毛劍射手射步兵還有加2點的傷害喔 所以打這個劍兵勇士王家四重 應該是問題不大 問題最大的還是工程器 那如果瑪雅這邊用白血老鷹去解工程器的話 勢必要遇到對方的劍兵勇士喔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瑪雅很難打的一個問題 而且瑪雅剛剛開頭提到 沒有這個475救贖思想 所以沒有辦法使用自己的僧侶去招強敵方工程器械 這部分可能要泡隊友的流彈泡 去解決中型頭死車或是重頭才有可能 然後瑪雅這邊就專心處理正前方的步兵單位 或是遊俠出一些槍兵級遊俠也就ok喔 或是貴族鐵騎 然後黃色這邊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帝王時代通常都是打遊俠的 然後搭配槍兵少量的西班牙征服者或火炮 都是西班牙人後期常見的搭配組合 這一坨 好 炸爛 剛剛沒看到太可惜了 好 我覺得下方這裡比較精彩 來看一下 這邊Porsimia戰車事實上非常可怕 37台配上大量的擊兵 不是擊兵 這個 有彈泡 哇 羽毛劍射手 果然被重頭給砸光了 BBQ了 全部收光 巨頭也被砸掉 混蛋 現在Porsimia在忙著打右邊 左邊沒多少榴彈炮可以幫他處理 那些重型頭死死車 但是看起來孟加拉人要難逃逸死了 哇 右 藍色是右 但是右這邊反應很快 我先把右邊的石牆給上去了 而且還上了躲牆 血量非常的厚 3000滴血 要打很久 很可惜這邊並沒有快再補地的到石牆 那這裡到底要怎麼防守 其實 我也不知道 這裡可能要大量騎士啊 或是 直接抓掉吧 可能會更好一點 不然就是繼續走 走回那個老路 生鯉 瘋狂招牆 但這邊轉的東西是 相弓 我這麼覺得這邊轉 矛相符會更好 攻擊速度快 也有抗格會增上效果 血量右坦 直接正面扛對方的戰車 也可以稍微反擊回去 打遊俠也能打 相弓的話 打波西米亞戰車就不太好打 跟波西米亞戰車的遠防是10點 相弓的傷害是7加4 11點 怎麼打波西米亞戰車都是1點傷害而已 但打遊俠的傷害就還不錯 稍微還有一點有一些傷害 但以同樣的效果來說 可能矛相符會更適合一點 這邊直接砸光 這邊槍兵 完全打不贏劍兵勇士 斯拉夫的步兵 是我最強的劍兵勇士文明 破山傷害就是猛 驅使路人直接到後方 想要抓掉大量的老頭 這邊老頭直接死成一片 哇 TERRA直接倒光 這裡看起來 中加拉人是涼掉了 但是他有偷偷溜出去的樣子 左邊有承認中心 這邊相弓開始追逐 後面有榴彈炮 榴彈炮被收掉了兩台 繼續追 這邊把放出來的大象去點榴彈炮 這裡砲彈刺激 剪掉最後一台榴彈炮 搞定 收工 左邊有開一個新的神聖中心 家裡的大洛馬問題 中午用槍兵解決掉了 左邊的瑪雅快要撐不住 瑪雅要打斯拉夫後期是沒有未來的 槍兵只是在拖延時間 想要去搓後方的投擲器 讓前方的劍兵有事 不要再繼續往前而已 好這邊已經成功拿下了一家 現在這邊要命令的是 一九二遊俠配疾兵 後面的是 葡萄牙生女 好這邊投擲車幫打一下 唉唷 完了 波西米亞戰車很害怕遇到投擲車 直接被灑爛 重頭打波西米亞戰車就是這麼的輕鬆 CHD 雖然戰車過去直接蒸發 這裡只能靠榴彈炮去解決啦 但榴彈炮是必經信藥 amor 去防守 那正前方還轉出了一些指輔兵 這些指輔兵打前面的擊兵效果還不錯 但是遇到相公的話就會很難打囉 相公打後方的指輔兵是效果非常好 也可以說是指輔兵打相公是完全烈士的狀況 打了這麼多下血量掉的非常慢 但是自己被相公射去會被射到頭破的血流 雖然指輔兵本身是沒有任何的防禦力的 所以打起來會非常難打 好 看到火防上面 波西米亞還能繼續出戰車 波西米亞到底要怎麼打這個組合 其實只要轉出火槍就可以了 剛剛開頭講到波西米亞轉火槍 配這個擊兵啊 還有這個 這個榴彈砲 是不是很適合 波西米亞戰車打步兵有個問題 沒有像槍兵有額外增傷效果 但是優點是血量很坦 可以坦住步兵傷害 可以坦得很久 所以混一些火槍在裡面 解這個步兵陣 會很好 那榴彈砲去裝打後方的投擲器 就沒什麼問題 好 正面的相公呢 去往前前壓 這裡沒有打算要 撤退嗎 這個要撤一下 這個再繼續往前壓 不太好 好 去著羅倫的環刃投擲手出來了 環刃投擲手這裡很尷尬 這邊是4加2點傷害 打一下只有1滴血 但是打了老頭 會比較痛一點 老頭沒有防護力 怎麼打都是1滴 雖然你有串燒效果 大家根本在刮殺 刮殺呼拉圈 刮藍 左邊看起來波西米亞戰車 開始發揮力影響力 那最主要影響力是他的榴彈砲 榴彈砲開始做出自己的效果 後方遊俠西班牙轉出 遊俠出來應對 遊俠開始去追後方的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打遊俠是很癢的 因為他的傷害只有9點 還比強弩還要差一點的傷害值 所以只能被追著跑 哇 遊俠直接吃光 羽毛劍射手沒了 好 那這邊遊俠要怎麼解決呢 說是一面要沒有轉幾兵出來 下方大量遊俠登上前 配上自己的槍兵 後方區德羅倫轉出更多的大洛瑪 好 這邊大洛瑪讓區德羅倫出示罪了 趕快用大洛瑪去招後面的僧侶 相攻的部分靠遊俠包夾 或是靠戰車投石車都可以考慮一下 但感覺現在轉火炮去打後面更好 好 齊敗阿這邊是轉出了一些遊俠 過來到右線支援 讓感覺HERA這個招撐不住 反而開始城堡一動一動的蓋起來 血量9874 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血量 喔 這裡有浪分是不是 Pincer羅倫這裡有浪分阿 這個浪分 這樣才發現有浪分耶 我想說這個血量怎麼那麼奇怪 OK 再來是有趣的交流友誼賽 Pincer羅倫這裡也是有浪分 我想說怎麼可以跟這三位頂尖的中國高手 加上HERA世界冠軍等級 打成這樣子 雖然是有浪分的加持 我想說19P加3 這個派置也不是很正常的一個精細配置 這台還是要24加2 如果是24加2會比較好 真的太極限了 當然靠買賣喔 還是可以19加3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正常的100%的話 但是要謹慎於一些特殊文明 這邊是有非常多的槍兵 配上遊俠 只是淹過了KERA加的陣地 後面非常多的GIN 當然還是擋不住有加成的文明 讓分喔 不知道是讓多少 讓50%喔 好像不止 好像不止50%的感覺 那遊戲的讓分機制呢 主要是讓額外增上效果更痛 還有自己的建築物顯量更多 所以建築物要拆回去是非常困難 這邊遊俠已經貼到臉上 要砍打也偏困難 完了 好 上方的波西米亞戰車GG A了過來 看起來 太軟他們要打出GG了 好 DNA003打出了GG 對阿打出了GG 看起來沒救 好 然後看來無限支援戰術喔 真的是 沒有辦法扛住這麼龐大的軍隊喔 最後支援量都是用得非常極限喔 然後看到對手 他們這裡喔 黃金支援阿 木材阿 都還一大堆喔 基本上支援是取之不盡喔 只要風光往前A就好了 但不得不說喔 凡克這邊防守前起是守得很好的 難怪 Caro他們想要打前起喔 因為這個 他們有浪分的情況下 讓他們農起來 基本上後期是沒有希望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